各位學者專家 各位在台上的座談人 還有這個佟教授 還有馬教授 各位來賓 各位女士 各位先生 這一場由我來為大家服務 這個陳教授是 橫跨科學跟文學 互相融通的一位 難得的天才 我看到他 我就想到 教育部推動五人五百億 所謂的醫流大學 他有一個理想目標 那就是人文社會跟自然理工 必須均衡發展 那麼我們 人文社會跟自然理工均衡發展 我們就看到陳教授 他的學術專業 以及他的文學創作 剛好符合教育部 勉勵義魯大學 以及其他研究型大學的一個目標需求 所以我們今天來開這樣的一個研討會 以及他的文物展覽 我覺得意義非常深遠 而且也是一種一種模範 一種典範的一種推動 那這個我想我們這個時間很寶貴 我這個影言人我想就不多說 我先介紹我們台上的有八位 有文學類的跟科學類各四位 首先我先介紹我右手邊的第一位 是文訓雜誌 那一張也在提供的 包括海報那個笑得很燦爛的這一幅 好像也是文訓提供的 所以貢獻良多 那麼第二位介紹的是香港蘋果日報的社長 董喬先生 他同時也是我們成功大學的傑助校友 我們成功大學外文系人才辨出 這個董先生的學面榮映台 他也是我們成功大學外文系畢業的 我們一直在思考說成功大學 怎麼會孕育出那麼多的大師 這方面是覺得我們來推崇的 那麼這個董先生他的創作 大概有接近30種的學演集 也有30種 他目前除了擔任 以前擔任過讀者文哉的總編輯 擔任過明報的主編 擔任過明報預刊的總編輯 那現在是擔任蘋果日報的社長 而且他還是香港大學的講座作家 跟榮映台校友一樣 我們成功大學畢業的這兩位傑助校友 都擔任香港作家的講座 我們這個育有榮焉 下一位我們介紹的是陳昌明院長 他是我們成功大學文學院的前院長 他剛卸任三個月 那麼這個會的籌備在前面幾個月是他推動的 後面九月開始才是現任的賴院長推動的 那麼陳昌明院長呢 他在這個六朝的美學 以及在現代文學方面呢 非常造詣非常的深 也當任過我們台灣文學館的副館長等等 那這個是我們文學類的也可以說有兩位媒體的代表人 兩位都是知名的平面媒體的社長 那麼另外一位是我 就我想不用介紹了 這等於說有專家有學者我們文學類是這樣 接下來我就介紹科學類 科學類來自的有不同學院的不同專家 首先我們湯教務長大家不用介紹 我還是簡單介紹一下 他是生理所的這個教授 也是我們這個成功大學人文屬性很強的教務長 那麼教務長他說 他把這個學校教育的目標啊 既定得很清楚很明確 所以他做起來是比較是德心因素 算是個快樂的教務長 那麼這是醫學方面專業的 我們科學類的第一位 第二位是奠基專業的毛奇武教授 那麼毛奇武教授他在奠基方面 他現在已經融退 那麼這方面他跟陳志凡教授在講學期間有很多互動 我想等一下我們精彩可惜可以聽聽他所說的 抱歉我錯過這個就跳過一個 任德勝前院長 這是香港中文大學工程學院的院長 前院長他也剛卸任了幾個月 他現在呢是到這個 這個香港科學園區 一個應用技術研究院當CTO 這個CTO好像是技術長這樣 技術總監啊 這個是借調過去的 那我們很感謝任院長 我們在香港這個計畫的執行啊 他當工程學院的院長期間 曾經啊慷慨地捐贈給我們這個計畫 在香港順利執行有10萬港幣 那緊接著現任的這個院長啊 那麼也捐了啊 這個也汪汪院長也捐了10萬塊 所以讓我們在香港的這個計畫執行得非常順利 很感謝任院長 這是奠基專業的 那兩位都是奠基專業 第三 再下一位是管理專業的 其實是理學院在轉管理學院的 那麼潘副院長是我們成功大學 管理學院的這個副院長 那他本來是數學系的畢業 後來他就念統計 在美國期間跟這個陳志凡教授 來往親密 也是算是他的粉絲 他接受我們這個計畫的訪問啊 在成大這個那個研發快訊登了一篇 非常精采的文章非常經典 大家有興趣可以去看 好 我們這樣稍微介紹過了以後 我想我們是從 我們從這個文學類 比較弱勢的文學類先開始 因為我們這個笨鳥要先飛 等一下科學類的 我們不然就追不上了 我們是不是先請第一位 這個文訊雜誌的 風德平 風社長 謝謝主持人 謝謝主持人 童教授 各位學者專家 各位先生女士 各位同學大家午安 謝謝剛才主持人張教授的 我們是請教授 其實做為一個媒體編輯人 我們提供這樣的資料 對一個像陳志帆教授這樣重要的學者專家 也是我們應該做的事情 我們是在2003年的時候做了一個 陳老師的 陳教授的一個專訪 登在文訊雜誌上 我相信聽了一天半的 有關於陳志帆教授的 學術 文學和科技方面的專業 我認為 陳教授有今天的成就 事實上同時兼具兩方面的人格要素 一個是享譽國際的奠基學者 另外一個我認為他是 一直是懷有憂心忡忡的一個責任與文人 在科學與文學之間 陳教授早已搭建了一座溝通的橋 曾經有人問陳志帆教授 如果要重新選擇 他會選擇學什麼 他說可能還是學電學吧 因為他早就發現電學本身 有一種對稱的美 文學和科技的美感是相通的 都是人創作出來的 他認為科學與文學兩者是不分的 就像物質與能量 兩者都有不滅的原則及對稱 而文學也有永恆不滅的例子 其實站在文學工作者的立場 我們多麼希望科技界 商業界 多幾個像陳志帆教授這樣的人 內心熱情 頭腦冷靜 相較於既不傷春 亦不悲秋 力圖把聖殿中不科學 非實證的東西逐出去 由科學接手的胡士之先生 陳志帆教授練之在之的 則是如何結合 對真的好奇 對美的欣賞 對真的好奇 就是真實的真 對美的欣賞 我覺得正是一個優質的文學人 與科學人 應該兼具的 而現今社會較多的是 截然二分的文學人與科學人 許多文學人的浪漫夢想 需要逐夢完成時 才發現如海市聖樓 瞄不可循 而更多的科學人 求真求實的理性思維 卻沒有文學藝術的陶冶 除了缺少對美的欣賞外 對美的感動外 也缺乏對文化事物的同情與了解 我記得1989年7月7日 行政院核定頒布工商業企業 藉贊助藝文專業團體獎勵要點 消息發出去後 有兩家報紙的文化版刊出 但工商業界沒有任何反應 文件會經過檢討 才發現企業界很少看文化版 於是文件會只好另謀他圖 有文件會主委郭維帆先生 親自去名 寫給企業界一封公開信 這封以沒有文化的國家 就像獅根的蘭花為題 誠懇地邀請企業界攜手 從經濟的奇蹟 再創文化的奇蹟 並指出 從市場的趨勢來看 整個社會的文化藝術 鑑賞能力提高 文化附加價值的商品 才有市場 於是透過天下雜誌的幫忙 發給國內排名前一千名的工商業界的負責人 隨後工商時報也看出了這封信的全文 並為此舉辦了座談會 企業回饋文化 終於有了不錯的開始 我這樣說好像離題遠了點 但事實上我想表達的正是文學與科學 或是商業的融通 如何讓截然二分的文學人和科學人 有交叉相會 互相學習 結長補短的機會 而最終理想是多培養一些 像陳志范教授一樣的 科學文學人或文學科學人 其實追根究底 又要檢討到我們的教育方向了 顯然在理工學院裡開的通識教育課程 不足以訓練或培養對美的欣賞 而在文學院的通識教育課程 也無法培養學生有充足的 自然科學教育知識 用理性的思維去平衡 在文學的美感經驗外 對真實現實的認知 當然很少的現代青年 有像陳志范教授從小接受 這麼深厚底蘊的國學底蘊 國學教育 以及長期對文學的喜愛 日後從事的雖然是電學 但信手臉來 詩詞歌附 無不精通 雖然寫作時間有限 但在閒暇或閱讀的選擇上 甚至交友上 陳志范教授從未忘記文學 所以結論應該是 縱使現在極少有像陳志范教授這樣的人 但文學界與科學界都要努力尋找中介者的出現 讓文學與科學彬此融通順暢 我先要答一點疑似到這裡 這一起的七四五面 大家可以參考 好 那為了結成這樣我們就進行下一位 我們請蘋果日報的社長董喬先生發表他的看法 已經聽了兩天 都是歌頌陳志范教授的所有東西 我呢 就不是學院裡面的人 是不是可以反一反潮流 講一點真的東西 因為歌頌也是真的 不歌頌也是真的 對不對 陳志范教授跟我呢 那交往主要是在書信上面 我們通信通了好幾年 大概有十幾年吧 總共呢 大概快一百多封信 這一代一百多封信裡頭呢 記緊點 我看到真正的陳志范 當然也跟這兩天 那麼多學者專家所講的陳教授很像 可是也有一些不太像的地方 陳教授有一些很好玩的想法 非常好玩的這個 對人生啊 對所有的文學的看法 比如說他有一天 大概是很多年前吧 他到瑞士去開會 這個瑞士開會呢 開這個機械人跟自動化的會議 所以這個會呢 就在一個非常非常美的地方舉行 那個地方叫做盧佳諾 陳先生就跟我來信 他說這個地方實在是太美了 我呢 也想來想去都不知道 他為什麼會選一個這樣美的地方 來開一個機械的 而且要講人工自動化的東西 所以陳先就不去開會了 他整天在湖邊 一個人在逛 在想 在胡思亂想 然後他說 有一天早上他不能不進去會場 因為那天呢 他宣讀論文 其他時間他完全不在會場裡面 這是陳先比較 跟學者不太一樣的一些地方 我想 我跟陳先的交往呢 因為他是怪人 我也是怪人 所以呢 除了通信之外 我們沒有見面 陳先到香港 到中文大學 我也沒有去找他 他也沒有來看我 那麼有一天 陳先跟佟教授結婚 請貼我是收到了 然後我就送一盆花去 我也不去 那麼陳先收到花之後 也很高興 跟陳先收到花的前面拍照 就寄來給我 我也很開心 我們的交往 就是這樣子 因為他是怪人 我也是怪人 那我說我沒有見過陳教授 那個時候就在報紙上 看到他的圖片 看到他的照片 我說你長得很漂亮啊 他就跟我講 他說 好多年前呢 他說他在巴黎 就經常去看這個佛羅拜 跟托格涅夫的故居 那麼他說有一個女士 有一天跟陳志凡先說 他說這個巴黎羅丹博物館裡面 看到巴爾扎克的雕像 他說這個雕像跟你很像 陳先說 這位女士呢 肯定不知道這個雕像背後的故事 如果他知道的話 他不會這樣跟我講 為什麼呢 他說這個是當年 法國作家協會 為了紀念巴爾扎克 就請了羅丹給他雕一個雕像 這個羅丹雕出來之後呢 這個作家協會的所有人看了 都反對 他說太難看了 絕對不能用 這個羅丹氣壞了 他說好 我錢也不要了 你們不要就不要 他說我要雕的是巴爾扎克 創作的時候最痛苦的樣子 如果你們各位先生都認為 非常難看 那證明我羅丹是雕成功了 所以呢 這個雕像 他就自己留下來 陳先說 如果那個女士知道 這個是很難看的 巴爾扎克的話 他就不會跟我講說 陳之帆像巴爾扎克 陳先呢 他其實啊 他的文章 大家都說他文章寫得很好 寫得非常非常的自然 非常的像行雲像流水 其實我看不然 他呢 他呢 我看是 功夫當然下得很深了 還有就是 我看他對每一句話 都很謹慎地想 我做月刊的總編輯的時候 請他寫稿 他的文章來了 我們當然很高興了 因為他寫得真好 可是有一樣 很麻煩 就是陳先不大會用標點符號 他的標點懂事 隨便就挑挑挑挑挑挑挑點 那我們做編輯的時候 就要幫他挑 從頭再看看 哪一個地方要Full Stop 哪一個地方要Comma 他就不那麼清楚 這個倒是 使得我們學了很多東西 因為 到底他可能古文念得很深 所以他寫白話的時候呢 他不會那麼留意標點符號 有一次我跟他講 我說很對不起 你的文章我不敢改 可是標點符號 我可能也幫你標的錯了 也說不定 因為你不是要這樣標 他說可能的 可能的 我有一天跟他講 說你的文章很平淡 寫得很好 我說你真是舉重若輕 他不以為人 他不以為人 他說呢 真正好的文章 真正好的藝術 是經過精細的雕琢出來 可是出來之後 又看不到雕琢的那種味道 看不到雕琢的橫跡 那個才是最好的藝術 比如 法國女人 看起來呢 好像不打扮 其實她打扮得不得了 他說 你在巴黎看到的 很漂亮的女孩子 都是打扮得很厲害 可是 看起來好像不打扮 這個就是她心目中 最好的文章 這是陳先生跟我說的 我本來呢 就準備了蠻長的一些東西 就寫陳先生跟我通信的東西 可是沒有什麼機會發表 可能香港會先發表 她呢 我比較奇怪的就是 陳先生非常非常不喜歡心思 非常不喜歡白話詩 我跟陳先生講過 台灣周趣子間的詩我很喜歡 他沒有回到我 我不曉得他喜不喜歡 因為周趣子的詩還是我認為最好最好的詩 陳先生要的詩是什麼詩呢 他舉了個例子給我看 他說呢 有一天啊 有一天啊 他看到這個 益金佐先生的父親 益師父 有一首詩 他說寫得太了不起了 太了不起了 他這首詩呢很簡單 就四句話 青天無一雲 青天沒有一朵雲 青山無一塵 青山上面沒有一滴塵 天上唯一月 天上只有一個月亮 山中唯一人 山上只有一個人 這個是陳先生認為好詩好得不得了的詩 我就想到他的文章為什麼好呢 可能就是因為他心目中喜歡這一類的詩 這個是我以前沒有想到的東西 從陳先生喜歡的詩 從陳先生的品味 大概可以猜出他的文章 為什麼這樣寫 有一天他跟我講說是 楊萬里 最喜歡用一個布字 不要的布 他說很奇怪 三四首詩裡面就有一個布字出來 而且用得很怪 陳先生說 比如 山不人煙 水不橋 山上沒有人煙 水 水上沒有橋 他說 楊萬里就敢說 山不人煙 水不橋 他說你這多好 從這一點呢 就看到陳先生一些比較反叛的那種個性 他的品味 包括在內 我看都是跟人家不同 我看都是跟人家不同 所以他的文章會寫得跟人家不同 而且會寫得那麼好 有很多人跟我講說 有很多人跟我講說 陳先生是一個懂文學的科學家 假如陳先生不念科學 不研究電子的話 他做文學 可能他的成就會更大 我說我看不會是這樣子 陳先生如果不念科學的話 他念文學 他反而不會是個文學家 如果他繼續念他的科學 可是他寫他自己的文章 那可能他的成就 就文學上的成就肯定會比科學上的成就更大 結果證明陳先生我看 科學上我不懂了 電子我更不懂了 可是他的成就 從我們這些念文的人來看 那是很大很大很大 而且很怪很怪很怪 就是你不能用凡人那種看法 去看陳先生的文章 或者陳先生的文學 我到現在為止 還沒有想出 該怎麼去看陳之藩的文章 該怎麼去學陳之藩的文章 或者該怎麼去評陳之藩的文章 因為那是不能學 不能看也不能評的 你必須要慢慢琢磨 跟你的人生 跟你的年齡 一起走過一段很長的時間 你才會知道陳之藩好在哪裡 謝謝各位 本來董事長是跟我說 本來昨天的開幕 他準備了很長的內容 但是時間因為有限 所以我建議他把那個精采的 在今天跟大家分享 那麼可見陳之藩教授給一些名家的書信 的確是很有看頭 所以我們的計畫未來整理 要把它做分類出版 我想是精采可奇 也算是陳教授的著作之一 好 我們接下來請陳公大學 文學院前院長陳昌敏教授 談他的感想 謝謝主席 剛剛董喬老師特別提到說 陳之藩的文章真的是不能學不能評 所以真的要討論陳之藩教授的文章 是非常困難的 那我先從一個小小的掌故談起 因為前面已經講太好了 我只要講一個小故事開始 就是陳之藩教授當初來成大 他大概差不多任教了 將近差不多十年左右 最早聘他來的是馬則如校長 那馬校長當初聘他來的時候 我們也都很心驗說 哇 陳之藩教授到電機系任教 我們也都很高興 那有一天碰到馬則如校長 他就跟我說 聘陳之藩教授 有三分之一是為了電機系 有三分之二是為了你們文學院 我這樣一聽就覺得 哇 這個思維好有意思 後來我到文件會去開會的時候 我就在文件會講了這一段話 所有的那個文件會 我們那要開會的人 幾乎都是文學院的人比較多 所有的人都肅然起敬 對我們一個理工大學 以理工文明的大學 有這樣子的一個視野 有這樣的一個胸襟 能夠做這樣的一件事 他們都 當時的那個文件會主委陳育秀 他都非常感動 他都覺得這是了不起的一件事 當然從某一個角度來看 你也可以發現 要找其他的人能夠做這件事 大概找不到了 找一個在聘到理工學院去 又對文學院有幫助的人 這是要跨學科的 兩方面都非常傑出的 才有可能 在我們整個華人世界裡面 真的很難找得到 第二位 這真的是 所以從這個角度 我們大概就可以知道 為什麼我們今天是以一個 跨學科的角度在對話 那麼正是因為有這樣的一個思維 其實我是在17、18年前 我們幾位朋友一起在討論說 要幫台灣文學 選出所謂的台灣文學經典 然後我推薦的就是陳志凡教授 所以也幫他寫了文章 那當然那個會議後來 有許多的波折 因為張愛玲的關係 或者其他的因素 在報上鬧得非常大 但是也正是因為鬧得很大 這個台灣文學經典後來就 被更多的人認識 那陳志凡教授的文章 可以算是台灣文學經典裡面的 一個很獨特的類 而且這個類是很少有人可以取代的 就像前面所說的 他是文學的科學人 科學的文學人 像這樣子的一個特質 我想理工學院的同學會很喜歡他 而文學院的人也會喜歡他 他因為他既有跟你很親近的地方 然後又跟你有某一些距離 這其實是他很生動的部分 我最近在整理那個蘇雪凌先生的許多文物 所以對於蘇雪凌先生過去的許多生平事蹟 當然也做了一些考索 那蘇雪凌先生跟陳志凡先生都有一個共通的地方 是他們都跟福士之仙很親近 那跟福士之仙幾乎可以算是師生的關係 我說不是名分上的 而是精神上的有這樣的一個關係 那他們兩位從某一個角度來說 都是董喬仙剛所說的怪人 因為那個我舉蘇雪凌先生來說好了 大概海峽 我前幾天 那個楊兆在電台上訪問我 談那個蘇雪凌先生 他第一句話就問我說 聽說這位老太太脾氣很大 我就跟他講說是的 他脾氣不小 而且愛憤分明 其實在來到台灣的這些文壇的文人裡面 罵魯迅 罵共產黨 大概很少有人能出其右 就是幾乎整個文壇罵魯迅 幾乎以那個蘇雪凌先生為代表了 非常非常激烈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 他跟那個陳志凡仙有一個很大的不同 他其實是在他個人的世界裡面 他其實看見的只是描寫的 文學作品描寫的 大部分是他生活裡面的 看見的許多接觸的人 然後所見的小點滴 而陳志凡仙剛好是一個不同 他是一個跨越 他跨越到不只是文壇上的事物 他其實跨越到的是政治國家 尤其是當時的整個科學的介紹 那這個部分其實是很少有人有的 我自己覺得 前一陣子我看的一篇文章就是 陳志凡仙在2007年發表的 有一篇文章叫做 《探索宇宙與感嘆人生》 其實就是標題叫做 《探宇宙與探人生》這樣的一篇文章 他在那篇文章裡面提到一件事 他說 歷來的人生觀總是根據宇宙觀來的 而宇宙觀是因為當時的知識而定 今天的宇宙觀還離不開百年前 愛因斯坦所設的基礎跟所達的範圍 這也就是他的廣義相對論 所以他討論愛因斯坦 然後回到牛頓的議題去談 然後他一轉 就轉到了那個陳子昂的 念天地之悠悠這樣的一個議題裡面去 我一直覺得很有意思的是 他甚至由這樣子 引申到我們當代的許多現代主義 包括當代的思想 他提到說許多當代的思想 包括馬克思的思想 是視野是只看到的 我們這個星球的局部的東西 其實整個視野要擴大到 從哥白尼所建的 那個人類不是宇宙的中心 他還有一個更視野寬闊的世界要去了解 所以他說為了探人生 總愛探宇宙 而探宇宙只有從這個科學的視野來看 我覺得其實你可以看到他寫文章 往往是有一個很明顯的跨越 而且這個跨越常常引花我們的深思 不過我覺得在談陳子凡教授的時候 我自己心裡面很感觸很深的 就是說後來看了那個 因為我在香港有買了一本書 叫做《詩與花開》 我看了童元煌教授後面所寫的那個拔 他的標題叫做 我們都是看你的文章長大的 從某個角度來說 我自己也是 我們很多人都是看著陳子凡先的文章長大的 那麼這樣的一個文學人 陳子凡教授是文學的科學人 科學的文學人 實際上陳昌明院長也是 他本來是本校的物理系是不是 物理系轉到中文系的 所以他本身也是 好 那麼文學組的第四位輪到我 我講一下這方面的看法 我們這個大會的主題是科學與文學的對話 我們這一場的主題是科學與文學的融通 我想針對這個部分來談談我的一個看法 那麼陳子凡教授在一星如月的序裡面就說 胡適之先生跟陳子凡先生的通信 在四分之一世紀以前 他們通信內容是有關於科學跟文學的論爭 的一個筆帳 那麼胡先生呢 他是喜歡歐陽修 司馬光 趙明成 這些科學考據 但是陳教授他喜歡歐陽修的詩文 司馬光的詩筆 李清照的詞跟李清照的文 所以這方面他們就有不同了 所以科學跟文學到底是平行的還是交叉的 那麼他到底是科學文學是不可逾越的鴻溝 除何漢見呢 還是他相得益彰 還是相繼為用 這個在陳子凡教授跟胡適之先生通信之中 他約略已經有提到這個方面了 那陳教授他的文章裡面 有一些看法 我把它複述一下 他覺得說文學 藝術 哲學是一種文化嗎 科學是另外一種文化嗎 那麼這是一星如月裡面所說的 那麼他認為文學 哲學 藝術的性質 跟科學的性質是敬畏分明的 是區分的如此鮮明 如此顯著 這是他的另外一個看法 另外他這裡也提到說 科學是累積性的知識 而文學 藝術 哲學是非累積性的知識 就累積而言 這兩種知識顯然不同的 他說過去三百年 科學的累積非常快 但是過去三千年 文學 藝術 哲學累積卻很慢 這個就表示文學 科學也是有不同的 那我們就讓我們想到哈佛大學的女校長 他改變這個核心課程 他推動人文 忠孝信仰 跟世界文化 就在四語後開裡面提到的 所以這幾個就我的感觸來說 我提到有幾件事情 大概在四年前 我有一天突然接到台灣南區 數位內容學院 那是屬於經濟部的一個單位 它是對電腦工會所組成的 說要聘我為諮詢委員 讓我嚇一跳 因為我去參加的時候發現 所有人都是電子的 或者是資訊的 也就是電腦專業的 只有我一個 非人文的 我看了以後就想要走 結果那個負責人說 你不要走 不要走 我們數位內容 數位是科技 這個內容是人文 我們數位科技沒有人文的內容 我們行不通 所以需要你來提供我們一點意見 所以他這樣看得起我們人文 那我就當時就發現 我就說了一段話 所以這段話後來變成 他們這個數位內容的一個標語 我說啊 科技 科學就很像科技新貴 文學就很像古典美人 如果科技新貴跟古典美人結婚 你說會怎麼樣 當然幸福美滿 從此過著快樂的日子嘛 一定是這樣嘛 所以這個標語經常被他們用 我想這個也不是專利 這是第一個 我覺得說 這個這個內容 就是人文的內容 應該跟數位的科技加以結合 第二個 我就想到 我這裡有一個簡報 這個簡報是提到這個 應該是這個工研院 台灣工研院電光所的副所長 貂國棟 他在自由時報今年的1月25號說的 他說全球的山西龍頭是台灣最大的利基 但是3D 就是像阿凡達那個3D 3D研發我們台灣是灌全球的 但是缺了一個content內容以及缺整合 這個content就是剛才說的 就是人文 那麼整合如果這個人文這個區塊沒有辦法跟科技整合 我們的3D研發可能會落後中國大陸 或者是韓國或者日本 這個是我們提到的 另外一個問題就讓我想到去年 這個遠見雜誌 這個遠見雜誌就是在去年的8月號 它有一個專號叫做文創航向新南海 文創航向新南海它有一個專題 這是第一份台灣的文創調查報告 裡面我只談一個數據 他說 他說這個 台灣文創的成績民間是63.85分 政府是不及格51.32分 我們發現這個文學創 這個文化創意產業 所以我發現人文的很少加入 文學 歷史 哲學 藝術 並沒有跟這個文創太多的結合 所以這個問題我也深有同感 像這個我們文創的成績如果好的話 人文也應該要融通 那麼從這幾點看來 我們就發現底下的幾個概念 就是剛才我所強調 科學跟文學 它到底是儲合漢界不可逾越的鴻鍋呢 還是可以相得益彰相繼為用 這個科學跟文學這兩者之間 是相似 我們看當然是不一樣 那實際上它的內涵 是不是相似還是相關 還是可以相通 甚至是可以相融呢 所以我想這個部分 那麼我拋酸引玉引出更多的 這個腦力激盪 我們現在就下一位 這個下一類的就是我們科學類的 我們是不是第一位 請我們湯教育長 醫學類的專業來談這個問題 教育長請 謝謝張院長提出來的這個問題 我首先要跟各位說明的是 我是屬於人文的 這個文學院都已經接受我是一個人文的教育長 所以你剛剛不應該介紹我是人文 重視人文的教育長 我就是人文的教育長 那也不應該說弱勢的文學院 有人文的教育長就沒有弱勢的文學院 要對文學院有信心 要對人文有信心 這個未來成功大學 目前在做的這些文藝復興的 的這些任務 還有工作 將來會很容易開花結果 那的確我們這個是科學與文學的對話 到底我們要各說各話 還是我們要來談一談 科學跟文學是否有相通 是否可以相容 那我舉一些故事給你們聽 我常常邀請陳教授 在到醫學院來跟我們的學生 還有跟我們的faculty聊天 那我記得有一次他跟醫學院的 大概將近十幾個老師 我們在四樓餐廳吃飯 我們就當時是頂尖大學的這種 競爭非常的激烈的時候 我們有一位老師就問陳教授說 請問陳教授 這個依你的看法 台灣的大學要怎麼樣變成頂尖大學 陳教授完全沒有思考 他就馬上說 最簡單的方法是 變成私立的大學 哇 他說你們不相信 你看世界上現在一流的大學 哈佛大學 西安的Stanford大學 哪一個不是私立的 所以我們很羨慕彭校長 你在原治大學可以做很多事情 而且原治大學一開始 就上了十二個頂尖大學之一 其實好好地去思考 這個一流大學的定義是什麼 一流大學一定要有大師 我們常常想到的大師 在我們的社會 或者在很多的社會 一想到大師 就想到諾貝爾獎得主 可是我要跟各位講 去年成功大學來了將近 我們有七位諾貝爾獎得主來成大 那這些諾貝爾獎得主 都是這些大師 那個不包括高興建 大概七位都是物理化學 還有醫學的 他們之所以成為大師 而真正能夠讓人感動的 其實是這些大師 對人類的非常大的關懷 而這個關懷 就是這些大師的人文精神 所以科學科技不能離開人性 當你離開人性 當你離開人文 你沒有創新的機會 你沒有辦法讓人家接受 所以人文基本上才是最重要 才是我們所需要去思考去定調的 包括阿因斯坦 包括一堆我們非常敬仰的科學家 他們都有非常強的人文關懷 那我這一次有提到說 其實在我們成功大學 有兩位Renaissance Man 一位是我們所尊敬的陳志凡教授 另外一位是大家比較少知道 但是可以在一樓的大廳 看到他的展覽的黃昆岩教授 這兩位都是非常關懷人類的 這兩位呢 不僅人文素養非常的好 他們都非常重視教育 他們重視教育的程度 像陳志凡教授 是非常非常重視學生 我們聽到這個陳教授 包括對教育的想法 不要把學生當奴才 不要把學生當礦物 陳志凡教授是這樣的 黃昆岩教授也是一樣 黃院長我記得我剛到成大 他帶著我到處去招生 他的slide 第一張slide一定是 成功大學醫學院的教育理念 只有一句話 兩個字 關心 就一張slide 關心什麼 關心到學生有沒有學到東西 所以這一句話對我一輩子當老師 是非常非常的受用 所以我的學生好像有在這裡 老師非常的忙 但是老師非常的關心你們 你們都可以感受得到 那這兩位Renaissance men 其實是非常相知 而且是心心相喜的 那我受到他們兩位的影響非常的大 一直到甚至連我當教務長 陳教授也給我非常多的鼓勵 那這個鼓勵呢 是他寫了幾封信給我 告訴我 教務長的責任有多麼重要 告訴我你可以怎麼樣當教務長 他說放眼海峽兩岸三地 沒有一所大學是一流大學 他說最基本的是這些大學都沒有創新 在他的鼓勵之下 所以我當了教務長第一件事情 各位知道是什麼嗎 是去找一位陳大的傑出校友 來幫忙推動成功大學的創新的教育 那這位傑出的校友叫做施花林 他是物理系畢業的 成功大學有台灣第一個三創中心 是怎麼樣來的 另外呢 人文教育是非常的重要 那我在陳大推動人文教育 沒有什麼大的困難 有一些小小的問題 那我告訴各位我們怎麼做 人文的教育的推動 其實非常的簡單 陳大是理工起家的大學 台灣很多大學幾乎都有這個問題 所以呢 你在大學裡面 好好的把藝術的活動 人文的活動把它做好 好好把通識教育做好 所以各位看到 現在進到陳大 陳大的整個學術 整個校園都不一樣 為什麼 我們的藝術中心 做了非常多的事情 包括非常多的 非常好的音樂的活動 室內的 室外的 包括非常多的環境藝術的推動 陳大還有大學博物館 這個大學博物館 做了很多事情 蘇雪林教授的文物展就在裡面 將來我們陳志凡教授的文物特展 明年8月31號結束之後 就會轉到我們的博物館 當然還有很重要的是 要有大師在成功大學 在這個地方彰顯一個大師的功用 那陳教授當時我是最心儀的人選 但是呢 陳大還有非常多好的 傑出的校友 所以我就請了榮應台教授回來 榮應台教授在我們上任的第一年 他回來大概回來了三次 他說他畢業以後一直到1997年 沒有回來過一次 但是1997年那一年就回來了三次 那榮應台老師呢 也因為我非常的熱誠地去告訴他 成功大學要推動人文教育 他馬上給成功大學一個非常好的禮物 叫做施沙龍 那彭教授也是很清楚 另外呢 其實我慢慢地就發現說 在推動人文教育的過程裡面 成大最多的學生 60%的學生是工學院跟理工學院的學生 他們接受人文教育 接受這些博雅教育 常常是由文學院的老師來上課 那麼文學院的老師來上課 對理工學院的學生 有時候是覺得他們是隔學搔養 怎麼辦 我看到上通識課的時候 很多學生在睡覺 我就想說 我一定要想辦法來解決這個問題 結果我就想到一個人 那這個人呢 是他的結婚那一天晚上 住在陳之凡教授的 Houston的家裡的一位 是土木工程的博士 後來轉跑到寫文學 是曾經得到國家文藝獎的夏祖卓教授 各位知道夏祖卓教授嗎 陳大的校友 那個夏祖卓教授呢 他是林海音先生的 還有夏成穎先生的兒子 在去年的8月8號的時候 台灣文學館辦了一個林海音的特展 我那一天 特別跑去邀請他到成功大學 他一口就答應 夏祖卓教授來成大開了幾門課 通通都在工學院 而且我就把他的辦公室放在工學院 我派出我的一些去聽老師上課的這些張師母團 他們回來跟我報告說 夏老師的課沒有學生睡覺 通通都是工學院的學生 所以用這種方式來影響這個大學 那另外我們也提到 其實陳教授是一個綜合領域 能夠跨很多領域的一個非常傑出的人才 是的 在21世紀的教育裡面 跨領域的學習是非常的重要 這也是我們教育處非常重視的跨領域的學習 所以你把這些人文 把創新 把跨領域的學習 把這些東西集合在一起 你就會發現 我們賴校長可能在其他學校也都是這個樣子 賴校長所接業的成功大學的教育的mission 我唸給各位聽 成功大學要秉承 俯承 優良的人文繪綴的精神 培養兼顧專 培養專業與人文素養並重 而且具有創新 具有跨領域的學習能力 具有 廣闊的胸襟 國際觀的人才 這些人才呢 到了社會 將來要服務社會 而且能夠變成社會的領導人才 這樣子的一個思維所勾勒出來的 這不就是陳之凡教授的一個精神嗎 所以 我有時候覺得說 真的是太幸運了 成功大學有這些Renaissance men 他們無時 他們透過不同的方式來影響這個教育 而這個教育 我想還是大學裡面最重要的 所以在大學裡面 專業與人文是可以結合的 而陳教授就代表這樣子的一個典範 讓我們學習 假如這樣子的目標 我們可以慢慢達成 慢慢推動 而且成功的話 我想大學教育在台灣 這就是成功 那麼這所大學就可以稱得上是一流的大學 我今天的那個 對科學與文學的結合的 評論就到這個地方 謝謝 謝謝 感謝教務長 從人文的關懷來談這個問題 的確是科技源於人性 創意來自人文 如果能夠把人性化的科技跟人文創意結合 當然是非常好 好 接下來我們是請 這個香港中文大學工程學院的院長 任院長來發言 請 謝謝張高平 我這個人記憶名字很差 很多時候看到一個人 哎呀 名字忘記掉了 然後我認識那個湯明哲的時候的話 也在想 哎呀 怎麼記他這個名字 那一年的話 剛剛是 Michael Justin 就過世 我就想 哎 明哲不是就是MJ嗎 那我就叫RMJ 那支持之後的話 就把名字記住了 那個湯明哲就很會講故事 而且故事裡面很多大道理 然後我也班門論府 也就講幾個小故事 但是裡面沒有道理的 就跟陳志凡有關的 那就是1983年的時候 我是在中文大學 就應陳志凡的聘 就到中文大學去教書 然後那個時候 曉得他是一個大作家 是一個很出名的人 然後我就 那個時候我在台灣之前 也待了幾年 然後很多朋友 就送了我兩本書 是王春明的一個小說 然後我就看了兩篇 就回去之後 就跟那個陳志凡 那他就請我吃飯 然後就跟他開始 開始講起來了 那個就說 啊 教授啊 我看了這兩個王春明的書 我覺得他的文字啊 非常粗糙 然後他沒等我講完 就說胡說八道 就說 這裡全都是好文章 那我就後來的話 都把它看完 然後現在二十幾年之後的話 就想起來的話 究竟是不是好文章呢 然後就想想 他小說裡面的一些 每個小說 每篇小說裡面的一個情節 我到現在都還是 历历在目 都能記得 兒子的大玩偶啊 再見沙妖娜娜娜那些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就這些不是好文章 是什麼東西呢 那是 啊 就 啊 就 2004年的時候 2003年的時候 就 陳教授就回中文大學 然後我就好高興 然後就 然後那個時候的話 我就自作聰明的 就是做了兩樣事情 啊 第一樣的話 就是 在她和童元芳 教授結婚 那一天晚上的一個 banquet 就把我的一個 五歲的一個小女兒 就硬塞 塞到他們中間 做他們的一個 flower girl 第二個的話 我就曉得 1985年的時候 陳教授是退休 裡面還有些故事 但是以後再講 啊 那就啊 1985年60歲 那2005年就應該80歲吧 那於是我也是自作聰明的話 就給陳教授 擺了一個 一個dinner party 然後我曉得他堅決反對 這個叫做 就是壽宴 於是也就不提 那於是我就言歸正傳了 我就 這是題目 科學與文學的對話 然後我要講一點心得 大家分享 我就想了好久 其實我想不出什麼心得 那我坐在上面的話 是因為 這陳志凡是我的老師 我學了很多 也是我的朋友 他對我有恩有情 就是講起這個事情的話 我在想 就是人生活 活在世上究竟是為了什麼 我活在世上究竟為了什麼 就不是為了快活嘛 就是啊 我這個年代是太平年代 沒有這個 一些戰爭啊 國難啊那些的包袱 於是我自己的話 對於文學方面 只限於欣賞一些通俗的文學 小說故事 中文的 英文的 都看了很多 我覺得很滿足 科學方面的話 我的造業 我的其實不深 我是搞工程的 所以技術方面 技術方面的話 我拿到一個iPhone 拿到一個iPad 就玩起來 也很滿足 然後就 我特別是 這幾次坐高鐵 坐在高鐵上面的話 就非常高興 就有機會 比如說到那個 三峽大巴上面去看一看 那麼大的工程 居然能夠建造起來 另外的話 也有機會做過一次 坐大巴 從一個 經過杭州萬大橋 從上海做到寧波 這些都是我覺得 會很滿足的 但是我就沒有能力 把這些感覺 就講就講出來 所以對我來說的話 我 文學與科學的 我自己來說 有沒有對過話呢 我是覺得 我自己沒有啊 但是沒有關係 我在上面 只是我是八個人 中間的一個 還有八分之七的 其他的一些朋友 向你們分享 謝謝你們 其實任院長他客氣啊 我在香港講學的時候 我去他那邊 他都會送給我一些人文的書 我都沒看過 都是人文的 好幾本書是他送的 他這個方面的人文素養是非常好的 好 那麼等一下再對話 我們接下來請這個奠基專領的 毛教授 毛齊吳教授 請發言 張院長 童教授 各位貴賓 各位同學 很高興啊 有這個機會跟大家做一個 這個 可以說也是心得報告 剛剛我們的人院長說沒有心得 那是客氣化了 那我呢希望啊 藉這個機會呢 在這個短短幾分鐘 跟各位報告一下 我跟陳教授 在議員機會之下我認識他 那麼從他那裡 我得到很多很多 教學方面的啟示 對我今後做人 還有教學教書 都有很大很大的幫助 我簡單的做了幾張的這個 這個投影片啊 讓各位來看一下 我在跟陳教授聊天的時候啊 我跟他聊 很多方面 很多面向我都跟他聊 聊到我有一次 我就跟他講啊 我說Mathematics 什麼叫Mathematics Mathematics is a kind of language with a rigorous grammar 這個數學是一種語文 它的文法非常的嚴謹 我寫到這裡 這個陳教授一聽啊 他說 毛教授 我給你加一句 後面一句啊 我必須要講 rigorous representation 是陳教授給我加上去的 馬上 他就跟我講 他在美國教授 一種叫R-Type 一種叫V-Type R-Type就是Vigorous Type 所以很嚴謹的教法 另外一種叫做V-Type 是Vigorous的教法 是很生動活動的教法 那麼前面那兩個字 各位看 只差一個字母 這個教法 我在這兩個字的用法上 我在我們同教授的田間小鏡裡面 又看到了 我看真的好高興 所以我這句話呢 常常跟學生講 我說什麼叫數學 你們不要怕 數學啊 就是一種語言而已啊 它用的是符號 可是它呢非常的嚴謹 符號的連結很嚴謹 而它表達得很生動 所以這句話我是要學生背的 Mathematics is a kind of language with a rigorous parameter vigorous representation 那這句話呢啟發了我 後來我因為退休 變成兼任教授 我就不能教我的主修課 就是電磁學 等一下我跟各位來談 Maxwell equation 簡單的跟各位報告一下 我在教電機系裡面 有一門課叫做工程英文 因為我不能教英文 英文的話呢 就要外文系的老師來教 所以我掛上工程兩個字的話呢 那就要變成我可以再電機系教了 所以我就把這個句話呢 Mathematics跟那個language 把它一交換 好我們看看 什麼叫language呢 我們來看language 這個language is a kind of mathematics 剛剛mathematics is a kind of language 現在language is a kind of mathematics 數學呢 語言也是一種數學 可是這個數學啊 它是有reasonable combination and understandable permutation 它是合理的組合 還有呢 讓人看得懂的一種排列 所以它是一種排列組合 那如果排列的美 那就是一篇文章了 那排的更美 那就是詩了 那這個 所以數學跟語言 事實上兩個是相通的 那我們往下再看 那麼陳教授常常跟我講這句話很有意思 為什麼 說是零啊 印度對世界的貢獻呢 本來是human being 我現在感覺一樣 the contribution of India to the world is zero 沒有zero 沒有zero 就沒有負數 沒有負數 就沒有虛數 沒有虛數 就沒有電極器 因為電極器用到的就是虛數 這個虛是虛無缥缈的一個數 就好像看了 鏡中的影像 看水中月也是一樣 那個就是個虛 但是呢它是存在 但是又存在的 不是很實在的 這個虛數 這很妙的一個數 好了 我們再往下看 再來 Maxwell equation 前幾位啊 以前 昨天都講了 它有對稱之美 還有美的相思 這個Maxwell equation 到底這個Maxwell equation是什麼呢 因為我本人 在大學裡教的就是電磁學 主要就是電磁學 所以我對這個Maxwell equation 我是非常的讚嘆 所以我常常跟同學講 我是Maxwell equation 這是工程之美 The beauty of engineering 它也美了 美得真的像一首詩 這個對稱 它是對稱 但又不完全是對稱 它是一種對偶 像我們中國寫詩 寫這個對聯一樣 它兩名是對偶 是對在那裡 它又對稱 但又不完全一樣 它又是配稱 它是一種對偶 Duo 好了 那我們現在來看 我們來看什麼叫做Maxwell equation 我們來用很簡單的話 來跟各位來說明 我用這個符號 我不是剛剛講過了嗎 數學是一種語言 它這個符號 這個符號就代表俱善 下面一個倒三角形呢 叫做打一個X呢 叫做迴旋 一個就是Divergence Divergence就是放善 那麼正的就是善了 那負的話呢就是俱啊 那麼下面一個符號就是curl 它就是副數學符號 所以你看到某一個東西 前面有這個東西 你就不要說那個量的俱 那個量的善 一個是俱善 那我看到我們同教授 又我要感謝同教授的田間小敬 這本書裡面了 又寫了兩句話 使我看到以後 下一句請各位看 我們來看 這個底下 哇這個讓我看到拍案叫絕啊 他說啊這個俱善無常 回旋不已 這個同教授跟陳教授 討論這個問題的時候 陳教授也講 這個怎麼樣跟您解釋呢 因為我講的話 沒有辦法講清楚 所以我對您來講是個啞巴 而您對我講的話又聽不懂 所以您是個龍子 所以這個講 描寫得很有趣 就是俱善無常 回旋不已 那我們再往下看 這個這個看起來就很 好像很複雜的這個方程式啊 這個沒有學的話呢 就不知所應 那個E代表電場 H代表磁場 電場的旋度就在打轉了 是由磁場那個H 它底下一個符號什麼什麼DT 那個是磁場的變率 對時間的變率 所以磁場一變 就產生電場的旋律 下面呢 電場再一變的話 又產生磁場的旋律 那麼磁一變變電 電變變磁 那麼這兩者是相輔相成 可是又是相生相科 那個第一個方式是 前面有個負號 等號又有一個負號 沒有那個負號 那這個宇宙就blow up了 剛好有那個負號就相科 可是它又相生又相科 那麼前面是回旋 下面兩個負號呢 就是聚跟散 一個電場啊 它是散 那麼磁場呢 就一直打轉 所以電場是發散 磁場的是打轉 可是呢 電場有時候也會打轉 這個是我上課的時候 跟同學講的一個口頭禪 那麼這個的確是美 各位可以看到它的美 的確有對稱之美 有兩個迴旋 有兩個聚散 它對在一起的 而兩者又是相輔相成 我們看底下 它就是所謂的 電生磁 而磁又生電 兩者它是相輔相成 卻又相生相科 就是相科 就是有那個負號在那個裡面 就是相科 所以一呢 就代表電場強度 H呢 是代表磁場強度 那麼max equation 我大概給各位 做這樣簡單的一個叫做 事實上是簡單的 不能再簡單了 我當初當學生的時候 這個東西把我弄得很頭大 我很痛苦 後來我當老師 我弄通了以後 原來那個東西 是這麼這麼的容易 那麼請看 我們再看 那麼我跟陳教授啊 這樣子 有時候常常跟他 不具形式的 跟他交談 有時候在電力碰到 我說我什麼時候請你吃飯呢 陳教授說 不要請我約時間 一約時間我就有壓力 所以陳教授 是一個很隨性的一位學者 他說碰到以後 來吃飯吧 好吧 我們就去吃飯 吃飯呢 無所不了 那麼他讓我對教學 有一個很大的啟示啊 就是我寫的這幾句話 Nature is by God Engineering is through man Blend nature into engineering integrate God into man 那我把它翻成 自然是天所生 所以我們講科學啊 可是我們的工程 科學院的工程 像我們現在看到這個 一些物質文明 這些通通是人造的 這是工程 工程是人造的 可是我們要容自然與工程 和天理與人性 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是所謂的 人文與工程 要互相結合在一起 所以這句話呢 我事實上 是要同學啊 要背的 自然跟科學 跟工程的關係 請看 好了 我做了一樣東西 送給陳教授 這個是我為了中學生的 數學的教育 我做了一個方塊 這個方塊 現在在這個 陳教授的文物展裡面 放在一個櫥櫃裡面 我送給陳教授以後 陳教授一看 一般人看的 總覺得說是A加B平方 這個大家都知道的公式 可是陳教授的 他的這個慧眼 一看就看透了 看得更深更遠的東西去了 所以我對陳教授 那幾人是真是 我不是說像早晨講的 不要崇拜 而是對他真的是很崇敬 他可以從這個公式裡面 看到微積分的公式 什麼叫DXY XDY加YDX 如果學過微積分 一看就知道這個是基本的公式 可是沒有學過的人 我也很簡單的 各位再看陳之凡教授 他的說明 再往前面一張 看陳之凡教授 前面 再往前 後面 對不起 好 這一張 各位請看 那個方塊寬度是X 那麼Y是它的長 一個長跟高 這個方塊要長大的話 長了一點點叫DX Y高了長了一點點DY 那麼這樣一來 它的面積就是DXY了 這個D就是一個數學符號 事實上很簡單 一種language 它叫increment of XY 那是等於哪一塊啊 多的那片就是斜的 那再加上一塊方塊 那麼斜的那塊就是XDY 那麼直的那個就是YDX 那麼剩下那個角落那小塊呢 是小小的量乘小的那邊 0-0-0-1 再乘0-0-0-1 幾乎就去掉了不要了 所以那個公司就從這裡出來 所以他說啊 這個calculus 我們的微積分呢 這樣的解法是最簡單的 可是這些一般書 都用的是Newton的做法 那非常困難 從同學們讀的不知所云 所以這可以看得出來 陳教授對教育 也非常的有用心 而且有研究 那麼我們再往下面再看 現在我就舉這個例子 什麼叫微分積分 所以他們上面寫的說心靈啊 科學是心靈的積分 文學也是科學的微分 這怎麼講呢 我用一個簡單的例子給我講 我這個圓 它的圓周啊 叫做2π2 我把這個圓周拿了一積分 就變面積就變成什麼 就變成π2平方 然後我把這個面積再於微分的話呢 就變成2π2就變成周長 所以這個周長跟這個圓周的這個面積啊 事實上啊 一微分就變成積分 一微分就變周長 那麼積分就變成面積 那微分就變成周長 所以啊 我就想到說啊 文學跟科學是什麼 融在一起嗎 它融在 事實上照陳教授的觀念 事實上科學跟文學就是一體的東西 我們不要把它這樣分那樣分 不要二分法 它融在一起 所以你把它的文學一積分 就變成科學 科學再一微分就變成文學 是一體的東西 我想這個陳教授啊 對這個這個這麼微分積分 還有什麼詩啊 還有科學方面的研究 事實上 他已經能夠昏然天成 合我為一體 那我呢 得到這樣一個啟示啊 我就給陳教授寫下一張 各位啊 各位啊 這個是大家手上呢 二分之一的 的觀念呢 就更好二的觀念 各位A4的紙 為什麼做成這樣 請各位回去量量看 你把它拿來對折 我這個地方已經有道具 在這裡放到我這裡 你把它拿來一折 這一張紙拿來對折 為什麼要做成這樣的高 這樣的長呢 你對折一下以後啊 它的長寬比還是1.14 更好二 再一對折 它的長寬比還是沒有變 再一對折 還是沒有變 這是德國人做的一個尺寸 叫做A4 它的對折過來 通通是1.4 那麼所以德國人的信呢 就是對折兩折 放到信封信封信封有這種大 一放進去就寄出去 完了 不像我們再折 折了再折 他在這方面都有研究 那麼什麼叫做黃金比啊 各位 這個陳教授使他睡不著的一個數字啊 就是黃金比 就是Golden Ratio呢 我跟各位講一個很簡單的觀點 一個美女 東西啊 要長跟寬的比1.6最漂亮 比如一個窗戶 長寬比是1.618最漂亮 你如果太肥太瘦都不好看 這個女孩子 肚臍以下到脖子 這個地方如果長寬 她的高度比是1.6億的話 很漂亮 這是美女 所以一般都是腿比較長 就美 符合黃金比的原則 就是某數簡易的倒數 還是某數 那麼把這個簡單的事一解出來 就1.618 負數我們不管 這個1.618 請各位啊 用Calculate按 1.618-1 再倒數 還是1.618 很有趣的一個數 好了 從這裡 我就給陳知凡 陳教授啊 我給他寫了幾句話 因為在那個看板上 給我看 陳教授是 滿手在書案上 不停的在寫作 他那隻手 不曉得 寫了多少文學科學的巨著 我到香港 帶我的兒子到香港去看陳教授 童教授 我握著陳教授 我就想說 啊 陳教授 你這雙手真是偉大 我這麼請 真是很敬仰你 所以我就跟他寫啊 文字 他文字與數字其非 科學同文學啊 是共舞 那麼我今天給各位做簡單的報告 謝謝 好 接下來我們請管理學院 潘浙南副院長 來談他的專利 這個對話後來總統 潘副院長請 主持人張教授 各位貴賓各位同學 大家好 今天真是非常榮幸 非常高興 也非常感動 有這麼多 因為陳教授 看 從小看陳教授文章 長大的老中青三代 共聚一堂 來探討 陳教授的文學跟哲思 我覺得真是因緣出身 真是我們是非常有緣 難得聚在這一起 可以看出來這個文學的影響 真是無緣浮屆 真是無緣浮屆 我今天 這個 剛剛聽了這個 我們毛西武教授的演講 那也是有一些啟發 那待會我會從管理的角度 來看這個科學與人文的融合 那當然我是在這個 我們陳大研發快訓 我因為應這個我們張院長 還有他的博士生高卒戴榮官的訪問 我寫了一篇 叫亦師亦友的陳志凡教授 那其中第一段 是我們昨天勇雲法師也refer到這一段 我說人稱余光仲教授 右手寫詩 左手寫散文 文采非凡 名下無虛 而我所知道的陳志凡先生 是一位博學多士文學與奠基兼序的名教授 他左手思考Maxwell Equation 右手擁有中國古典詩詞文章 才華洋溢 比風細膩 充滿感情 在今天的文教界堪稱是奇才高人 那這個在各位116頁有提到這個 那這個今天在看了一下 在這個陳大新聞裡面有一個簡訊 也refer到我在研發快訓的 這個是第一篇 另外一篇文章是比較詳細的採訪稿 那我曾經也把它做一個 summarize 就是說我從三方面談我所認識的陳志凡教授 我說這個陳教授呢 他是一個世界級的學者 是一個 world scholar 陳教授四海為家 在世界上各個地方 從他求學的賓州大學 劍橋大學 休斯頓大學 博士頓大學 香港中文大學 成功大學 等等地方待過 他是人生是 這個到處留下了雪泥紅爪 而且是非常巨大的雪泥紅爪 在每一個地方待過了以後 他都有一本經典的散文著作 像旅美小姐 在春風裡見何導引 一心如月等等 那這個是我說 第一點他是 Worth scholar 第二呢他是 The best science communicator 那我在訪問稿裡面 也提到了 就像剛剛這個 我們毛教授講 為什麼黃金分割美 這個0.618跟0.382的這個比例 你把它轉成二鏡位 0110 那邊就是1001 這個正好正好是交錯的 非常對稱 非常對稱 那這個一講 我們不但知道黃金為什麼 是怎麼美 然後為什麼美 那這是這個黃金分割 另外就是他在這個 談自動控制的現在與過去 過去與現在 也提到了 把這兩個機械系統 跟這個電路系統做一個對比 所以我們就非常了解 這個系統的 這兩個系統之間的對比 所以他在這個很多的散文 就是把科學用最簡單 最白話的語言 講給普羅大眾聽 所以大家就看得非常清楚 那第三點 也就是我講的 它是 在這個新聞稿裡面講 它是這個 繼承這個武士精神 融合就學與薪資 還有這個 就學薪資和這個科技人文的最佳結合者 最佳結合者 是Best Integrator 那在這個新聞上 我說我們在他的身上看到 科學與人文的結合最完美 它兼具理工跟人文的素養 才能夠把這個 就學跟薪資融為議題 寫出這麼多 筷子人口的好文章 這麼多這個傳世之作 那這是在這篇文章 到我們系上來演講 知識與資訊 談這個現代的司馬遷 提到了這個人類生存的三個要素 物資能量跟信息 那剛剛張教授也把這個 累積性的知識跟非累積性的知識做了一個說明 那在如果預知詳情呢 就請看我的這個訪問稿 就是For Detail Please refer to 研發快訊 那我在這邊呢 就是要談談我所認識的這個科技跟人文的融合 然後再從管理的角度切入 我覺得那個科技的 我們人生本來就是要追求真善美 科學是求真 大家知道藝術是求美 那最後是要止於自善 那哲學的思考是要止於自善 那科技的工作者 我認為應該要兼具人文的素養 這樣才會更具有競爭力 我們知道所有的科技的創新 都來自於人性的需求 那像蘋果電腦這個Steve Jobs 他在YouTube上面 對史丹佛大學的這個畢業演講 我覺得非常好 各位有機會可以看一看 他講的Stay Foolish Stay Hungry 就是大字若瑜要求之若渴 那他提到了這個 他以前在大學的時候 修了很多這個Calligraphy 藝術設計的 對他後來在蘋果電腦的這些設計上面 有非常大的幫助 整個有這樣的一個不但是美感 而且符合人性的需求 所以蘋果電腦為什麼會大賣 它是其實是真正的是科技與人文完美的結合 所以如果說科技的工作者 能夠有這樣的藝術的修養 是可以絕對追求這個追求創新 是非常非常必備的 那科技其實是一個理性的思考 是源自邏輯的思維 我們科學都是從hypothese 是一個好的科學者 或者是一個好的管理者 他是一個好的猜想者 是從猜想開始 從hypothese開始 然後是著重這個實證的研究 科學是一個可以驗證的 可以repeatable 那人文的這個方面 它是一個形象的思維 它是一個具象的思維 它是一個具象的思維 它比較注重這個直觀的領悟 直觀的領悟 還有這些具象圖像的思維 它是源於藝術 它是源於藝術 所以這兩個呢 是一個是比較偏重整體觀 一個是比較偏重微觀的精確 微觀的精確 那在管理上面 我們知道管理呢 它是有高階的管理 有中階的管理 和這個我們底下工作的階層 Operation Level 那其實我們看了古今中外 任何的我們現在講的 要能夠企業長青 永續經營 我分析了以後 不外乎這五個因素 一定這些sustainable的公司 都誠信 品質 創新 這個服務 還有效率 那這個五個要素是一定要具備的 那從高階的思考 我們講了這個 mission 所有策略思考都是從 mission statement 你的使命目標 mission vision 然後出來的 strategy gap analysis 到我們把這個 action plan定出來 然後再follow up 這一系列的過程 就源頭開始就是你的 mission 那我們中國講了一句 很有道理的話 它就是說形而上者為之道 一應一揚為之道 那形而下者為之氣 那科學當然是在Operation Level 在最底下這一層要非常 在執行力上 我們一定要非常有紀律 科學是非常有紀律的 你要完成它 但是在策略思考 我們是要選擇對的事情 要聚焦在對的事情 策略思考最重要是聚焦 那我們這些不管是老子的哲學 我們中國其實所有的哲學 老子的哲學 兵法 還有這個道家等等 都是源自於這個易經 那易經就是主要是 是觀察宇宙的這個天象 從像然後推導出model 數 然後要解釋 make sense 讓它能夠這個像數理這樣子 然後追求的境界是時鐘 就是在空間跟時間的最佳交會點 那我們講一應一揚管理也是一樣 表面的是SOP 這是一個制度 點章制度規範 但是背後的 背後的 特別是服務業 我們剛講服務業的管理 它是需要SOP Plus 它需要passion 需要熱忱 需要細心 需要這個人文的關懷 那需要關懷這個客戶 那它是要具備這個 這個對客戶的態度 那其實我們這個追求 這個管理呢 不只是要看表面 還要看它潛在的 看潛在的一些因素 那在中階的管理 當然最重要就是溝通 我們知道溝通是一個藝術 就是層上起下 那我們要非常精確的 把策略目標傳達給作業階層 傳給作業階層 所以我們管理院的教育目標 非常注重 要訓練成為五大目標裡面 第一個目標就是要成為 The effective communicator 一個有效的工作者 不但是你中英文的表達 還有這個書面跟口頭 要非常精準 要非常精準 潛詞用字 就要像陳教授這樣子 非常精準 精確 那才能夠做到 做好這個上層下達的工作 所以我們講溝通是一個藝術 那在底下的階層 底下的階層是要科學的管理 我們是要建立這個制度 這個是要非常精確的 你一定要有非常有機率 你才能夠把事情做好 才能夠把事情做好 上面是做對的 下面才能夠把事情做好 那這些呢 在這個 我這邊有一本這個 當初哈佛大學的Peter Sange 訪問蘇州廟港南淮景 我們的國學大師南淮景 那南淮景先生呢 對他們這些這個 國際的跨領域的領導人 講了一句話 最後的結語 他說 他說這個 我們現在呢 這個大家講的理性 其實基本上是 還是為了情緒感情服務 那你的情緒跟感情 是需要哲學 宗教跟文學來修養 來修養 那所有的這個 這個哲學宗教的研究的根本問題就是一個 要探索宇宙跟生命的究竟 那哲學是從宗教衍生出來的 那科學呢又是從哲學衍生出來的 所以這個當初以前 這個陳志凡教授呢 在年輕的時候訪問金月梨 他想要轉哲學系 那金教授跟他講 如果你要這個想要 哲學發生影響作用 那倒還不如是 宗教的熱情 才具有更大的影響力 所以這個哲學 所以這個哲學 宗教 科學 本來就是三位一體 那現在只有 從歸三位一體 才能夠 未來才會有希望 那我們從這個 這句話裡面講 其實我在陳教授的文章裡面 就看到真善美的三種的結合 就是我們看到這個人文跟社會 這麼緩滿的結合 那未來我相信這個人文社會呢 能夠彼此了解 彼此認識 才能夠這個 解決現代文明的危機 那我們看了陳教授的文章 就是因為他有 真善美這樣的一個結合 所以大大的撫慰了現在人 這個苦悶的心情 這是我對陳教授這些散文閱讀 還有跟他交往經過的一些 心得跟感想 就交易大家 謝謝 感謝管理學院潘副院長 從管理溝通的角度 來談關於科學跟文學的融通的問題 從剛才文學組的四位專家學者 跟科學組的四位專家學者看來 似乎一個共識就是說 科學跟文學好像不是處合漢介 也不是不可逾越的紅鍋 他們兩者之間應該是相得益彰相繼為用的 所以他們之間應該有相似點 有相關點 有相通點 還有相融點 那我們應該秉持這樣的一個精神 就像陳時板教授 他的學術專業跟他文學創作一樣 互相融通 我想這個是大致上我們初步 有的一些聚焦的一個觀念 時間到現在已經超過了很多 我想本來剛才是要像兩組 讓他繼續融通的 看來只能夠在私下融通了 我們這一場大概到這裡告一段落 好 謝謝大家參加 謝謝 綜合座談時間到此結束 謝謝 謝謝